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因为饮酒直播中的发言 在韩网引起争议的设计者成员Kimi-chan 昨天在IG上传了道歉文 跑开我的想法对错不谈 对于我使用粗鲁辱骂与低级的表达 展现出不偶的一面 我深表歉意 像再次因为我引发的争议 而受到伤害的粉丝们深深的道歉 这是最后一次 我会努力不再卷入任何争议 但是不管怎么会想这件事 对于校园霸凌以及特定网站进行的辱骂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这里说的特定网站是 专门造谣艺人们争议的女超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道歉文为什么要跑开你的想法对错不谈呢 十八可可 你是在说话还是放屁 一般来说誓言的话是不可以使用 跑开我的想法对错不谈 但这次说实话 Kimi-chan的发言没有错 只是表达的方式有点过了 所以说跑开我的想法对错不谈没有问题 这是在道歉还是固执 不是要好好道歉的话就什么都不要做 骂霸凌有什么错吗 然后男超网站喜欢他有什么问题 被男超网站喜欢的话是恶 被女超网站喜欢的话失散吗 骂男超是垃圾的话 女超也是垃圾 不是因为强龙的事情引起争议了吗 为什么不跟强龙斗歉呢 说强龙是男子汉到底是错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你们自己决定 他俩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呢 太傻眼了 根本没有人说他辱骂霸凌有错 在说什么 那就让他去跟Hana说他是垃圾吧 朋友是朋友霸凌是霸凌吗 Hana是韩国非常有名的网活 曾经因为霸凌争议发文斗歉过 而在他结婚的时候 Kimichi以思议的身份主持了婚礼 Kimichi是跟Hana的老公关系好 所以才参加的 因为参加婚礼而说什么的人 是没有社会经验呢 还是脑子不好呢 跟你关系好的人要结婚 你因为他的老婆之前有霸凌争议 就跟朋友绝交 连婚礼都不参加吗 Kimichi确实是以老公朋友的身份参加的婚礼 所以 对于Kimichi的道歉文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真人版硬木画道 最近在韩网出现了一位 因为长得很像硬木画道 而引起热议的中国模特 首先怕或许有不认识硬木画道的人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硬木画道 而在韩网引起热议的中国模特是这位 哇对 是我想象的硬木画道真人版 真的很像 长得好帅 染红发的话会更像吧 长得像 但是是更帅的感觉 篮关高手的作者看了 应该也会吓一跳 长得真的是很有魅力 又很帅 所以 大家知道这位中国模特的名字吗 不好意思 请 你 des 请您烦个者 欢迎收看订阅 委員 immigration ul 请 您的